好 好 我要開始壯陽了 直接炒飯就很好吃香了 所以基本上也是個蠻懶惰的人 沒有 食材部分 你可以直接喝或是加熱 應該要加熱吧 我有時候還會直接加熱 你也怎麼夠懶 OK 得到結論 就吃罐頭的人都蠻懶的 沒有想到這麼漂亮的人 會吃罐頭 來 葉童 哈囉 我是葉童 奇怪 現在吃罐頭好像都是美女 接下來我們要聊什麼時候吃罐頭 像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就是幾乎每天晚上 因為當兵的時候不能吃小野 那我們當老兵的時候 都會 都會藏罐頭 晚上大概熄燈以後 我們就會把罐頭打開來吃 但這只有老兵可以 新兵看旁邊只有流勾水 那請問一下你平常什麼時候吃罐頭 時間的時候還有冰箱沒什麼食材 想不到要吃什麼的時候 罐頭很方便 就開就即食了嘛 你這樣講很多人會抗議 你這麼美 這樣會沒有不知道要吃什麼 就冰箱沒有食材的時候 罐頭就是一個食材 我只一開了就可以吃了 葉童妳呢 妳為什麼吃罐頭 我是因為我家人就是比較傳統 然後喜歡吃台式的 就會配稀飯 稀飯最重要就是罐頭 有些是那種傳統那種罐頭 就麵筋啊 瓜類啊 我跟你講 我們家每天必備 花瓜 一定要的 對 豆腐乳 然後還有小魚乾那些的都有 罐頭真的很棒 因為罐頭妳不要 立威說它只是打開就好了 其實罐頭是可以去料理 貝拉妳會怎麼樣煮罐頭 我就會煮乾麵或湯麵 湯麵就是那種烘 鯨魚罐頭 就是番茄鯨魚罐頭 可以煮湯麵 炸肉醬可以煮成乾麵 燙一下麵條加點青菜 就變乾拌麵了 肉醬罐頭真的是太好用了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去爬山幹嘛的 都會帶那個 因為妳只要把麵條煮一煮 灌放下去揮霍 我跟妳講 某種都講我們就吃義大利麵 葉童呢 什麼那種 泡麵或是炒飯 那我覺得就是要加一點東西 所以我就買那種玉米罐頭 直接玉米直接撒在上面 跟火腿 火腿切以前 你就不用還要料理 還要煮還要醃什麼的 直接炒飯就很好吃很香了 所以基本上來是個蠻懶惰的 沒有食材部分 但是煮那些我覺得還蠻好 我跟妳講玉米罐頭超正 以前玉米罐頭妳倒出來 妳要切一點點那個奶油 丟下去 然後再切一點火腿丟下去 玉米濃湯來了 有這回事 對不對 你看妳又可以吃義大利麵 又可以吃玉米濃湯 妳看多好 不過現在的罐頭 跟我們小時候的罐頭 或者是我們印象中的罐頭 差別很大 現在各種罐頭都出了 然後有些罐頭 是我們看到以後會驚訝的 有這種罐頭 妳吃過什麼最厲害 蟹膏罐頭或那個雞湯罐頭 我跟妳講蟹膏 韓國對不對 對 我跟妳講我第一次在韓國 吃到那個的時候 我連續 我在韓國待五天 我每天都吃兩罐 直接吃呢 直接吃 下酒 然後我跟妳講 最好吃是鋪在白飯上 對還有配海苔 那會要人命 對 還有雞湯罐頭 對 因為我很愛喝糖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找到了 然後找到很多種 然後有干貝雞湯 香菇雞湯 否跳槍 正就是一碗 然後倒出來也有料 也有香菇也有肉 有料 有料啊 就是一碗 然後妳也不會覺得 多大一罐 是大的還是醬 就是像妳家裡一個 就是飯碗的那個大燒 妳就會覺得剛剛好 差不多這麼大 對對對 差不多 再小一點 對 就是一碗湯 妳可以直接喝或是加熱 妳應該要加熱吧 我有時候還會直接加熱 妳也怎麼夠懶 OK 得到結論 就吃罐頭的人都滿懶的 方便嘛 就方便 對 葉童呢 推薦一個什麼 我是不知道 大家現在有沒有吃 其實很久以前的人 就有在吃的是海苔醬 有聽過嗎 對 海苔醬超好吃 對 什麼東西 只要不好吃 我一定會從冰箱 拿出海苔醬配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變好吃了 不管是飯 米粉 還是乾麵還是什麼 我只要覺得不好吃 我就會配那個海苔醬 以前我吃海苔醬 通常我是弄在飯上面 對 就白飯 白飯 然後一勾 因為它海苔醬其實夠鹹 它味道也滿好 滿重的 對 然後妳就這樣勾在飯上面 對 我這樣吃 可以吃三碗 可以 我跟妳講 我曾經吃過半碗 海苔醬一次 太誇張 這樣好像吃太中鹹 對 妳好像吃太多了 是有點中鹹 所以後來就腫起來了 變這樣 還沒消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幾個特別的東西 首先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Party用的嗎 這個我們把它做成像 開胃小點的感覺 對 那其實我們這個罐頭 它裡面就這樣一份 然後拿開就是有這麼大的份量 OK 那基本上 它是明太子的鮪魚口味 我真的知道 我這樣拿這麼近的鮪魚香 好濃郁喔 對 它的鮪魚香非常濃 來 可以先試吃看看 然後它的明太子的話 是使用福岡非常有名的 老店的明太子 我給妳講 明太子就要吃九州的 沒錯 尤其是福岡的 唉唷 它還有油脂耶 對 那上面的檸檬片是 上面的檸檬是讓它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開胃菜一定要 你加的對不對 沒錯 我跟你講 所以說去它店 你就可以學到這些小撇步 讓你的罐頭 變成一個真正的前菜 而且拿出來以後 不會大家覺得 好單調 沒錯 厲害 請吃 決定一口吃掉 有檸檬差很多耶 很清新 吃下去之後 就很像檸檬餅乾那種味道 對 它就是多了一個檸檬香 讓整個這個口感整個都提升了 變成很有質感 對 在家裡其實很簡單 也可以這樣 第二種 再來是這個 檸檬早鹽牡蠣罐頭 廣島 我們從九州往廣島走了 廣島牡蠣有名的 廣島牡蠣 那請問一下 這個是你家的 對 我們自己家 加減蔥絲 蔥絲 對 就是冰箱都可以隨處可得 它那邊一道菜 對 完全就是一道料理 剛剛桌上感覺是自己做的 喔 我要開始壯陽了 這算比較重口味 然後檸檬早鹽的味道也很香 對 對 而且 太皮熟 它沒有腥味 這很重要 對 像很多人看到這個就 它一定很腥味 其實沒有 沒錯 好吃耶 它一顆都非常飽滿 而且我覺得 你家的蔥 蔥是真的厲害 看出來 有研究 有研究當然 做功課 接下來是它旁邊這個 這個應該沒有辦法想像 這是在罐頭裡面會出現的 為什麼 這個是醃蘿蔔 然後這就回到宮崎的部分了 這是九州的醃蘿蔔罐頭 等一下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脆度 你聞 它那個味道就好日本 我西方最適合配這個 對 這樣子你也吃 好脆喔 我聽到你們吃 超脆的 它的那個脆度都還未止的 這個根本不像罐頭 就很像後面缸裡面拿出來 接一接 就非常入味 那醃得非常入味 一口接著一口 這沒有辦法 這個要再吃 這個辣椒是 這次是帶辣味的來 然後還有梅子口味跟昆布 有三種口味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是辣味的 對 梅子口味 梅子口味很清爽 事情鬧大 梅子口味還得了 很脆 到目前為止 是 所有的罐頭只有一個壞處 就是捨不得跟人家分享 這是茶碗蒸 哇 它叫茶碗蒸也有罐頭 這是茶碗蒸的罐頭 它是秋田的 所以我們又往東北方向走 秋田 秋田 對 秋田的罐頭 然後它使用當地的地基 叫比內地基 對 然後它是有得過獎的 在2015年得獎 那我就吃鞭鞭 要不要吃個料子 我可以大聲的告訴你們 我配一個香菇吃 很多人 都做不出來這樣的茶碗蒸 因為很多人會做成氣泡 那種氣孔的 真的很嫩 而且它的味道 它的高湯 它的高湯非常有味道 好好吃 它直接用那個盛裝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使用 它上面是還有一個月櫃燕 它上面的話 那個是鴨兒琴 鴨兒 對 裡面最下面還有雞肉 剛剛配著香菇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香菇也好入味 也很香 鴨兒琴 我們吃鴨兒琴 它連葉子可以吃 可以吃 它放一點點應該都可以吃 妳是被人家害過多少次 太棒了 因為它的高湯都還留在裡面 你看雞肉 這個現在沒有加熱 加熱一定 一定不得了 加熱直接隔水加熱就可以了 所以真的 很軟人的方式 可以做這樣 我很適合 這種葉子我沒咬 它就花掉了 對 它有入口即化 這個東西為什麼不在我當兵的時候出現 這很讚耶 家裡就是今天就一個人分 你看它罐頭多大 它清雲就多大 沒錯 做罐頭很辛苦 要把清雲塞進去不簡單 那這是使用和風醬油口味 和風醬油太棒了 那我們清雲使用挪威清雲 所以它的油脂跟它的肉脂 是分布非常均勻的 對 跟國產的不一樣 可以試試看 看到沒有 這兩個女生 非常有家教 我不動快 真的 應該是有當過兵吧 來 請試 我們吃這種罐頭 通常就是 台灣那種番茄味的 番茄口味 或者原味的 這不一樣 這很好吃 然後我們還有味噌口味 對 風甜 我等一下拿這個它就 它有點很高興 對 這是蘋果 這是蘋果 然後打開它就是 已經都已經幫它剝 都已經剝好皮 去好紙 就長這樣了 唉唷 對 然後它裡面的糖水 是使用很高級的日本的湯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的那種 很假甜的味道 好香喔 它皮起來我好像是 動物 因為我都會先聞 麥子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好香喔 吃起來 有那個口感 對 然後很juicy的感覺 裡面都是汁耶 這我可能一個人可以把它吃完 然後最後湯水 我還會再喝 對 這湯水還是也可以喝 好好吃喔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吃蘋果 我要用這個收買他們 今天晚上跟我睡 對 因為他們都跟媽媽睡 可不可以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OK